哈喽,大家好,我是星车从亚龙24浪 今天这是第四天,通风 终于好一点了,能下地了 因为四天把东西吃差不多了 我今天去买点纸,买点东西 下午查了一个当地 我想在西藏肯定是有当地那种 藏药,就是治通风的,治这些的 后来我真查到了一个小店 刚能走,这两天不痛的,我都连车子下不来 然后今天好不容易洗个澡拿水啊,热水冲 就是热水往那个最痛的地方冲 别的地方都感觉特别烫,就那块地方是麻的,没感觉 所以吧,我今天好,刚好一点 咱们买羊肉了,这话也馋了 别真过整住院了,我这狗怎么办呀 咱们买了个羊腿啊,它这个羊腿不贵 是42一斤 这个羊腿要过碎了,我没剁 我就以我内蒙这个形式,成块炖一下 它把羊腿的肉 太大了 切两半 这个太大了,切两半 这这大羊腿肉 给它做小口最好了 这个羊腿就这样了 这个,这个不值钱啊,这是牛骨头 但是我使你塔曼那个朋友卖了,然后给拔刀了 但拔刀吧,不怎么吃 我给它剁成两件,给它也放在一起也煮一下 给它也煮一下 这大肚太小了点,我没大肚啊 这个都没事,肚手肚不熟 这也没肉 哦,不作为了 价格太便宜了 可别上半达买了,半达买太贵了 这些是几块钱 我应该是不知道去从半达买 给拔刀买完之后还挺贵 当然不怎么吃 你现在给它煮一下 它就吃了 加进来羊腿 其实我挺爱鲜骨 但是 我说都拿那个就行 有个人告诉我,这个肉多一点 肉多,肉少多 直接上水煮,啥都不放 就放盐,啥都不放 咱们有胡桃啊 就跟内蒙的做法一样 给它洗掉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的水源 才有限 让它放开来 想不想啊 哎呀,不行 它过错了,还得放萝卜 这大一排 这是不软的,跟八坯都有了 直接倒水,啥不放 把火打住了 直接往上一放 放点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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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它也让我放萝卜 萝卜也卖了 好 这个萝卜的切的,它是必须的放萝卜 没有萝卜 我这个疼痛算减了,但是还是有点重 要不正常从家,我这最少得一轴才好 但这四天,我这真冒陷 他说好不了,找他 这碗咋切,我都没切过萝卜 大点块 我还真没切过萝卜 因为我不爱吃萝卜 没听说过羊肉炖萝卜 也有吗? 我还是没吃过,大点块 这个医生要给我闹厉害了,我可会了 因为不感到无所谓,我住院 主要是有八摊 这是什么事啊 这个伙计等待啊 收了一下 天天说垃圾,垃圾一点都不得流 那我从这住这么长时间了,要有垃圾 所以,他们能让我住吗? 对吗? 不要想那个了 酱油了,醋了,啥都不放 就是硬炖 这医生现在说完之后 我现在心里都哆嗦,你知道吗? 因为我真的,牛羊肉是一点都不能动的 要是咱们正常来说 牛羊肉下货海鲜 但是他告诉我 放萝卜,放羊肉 和这个糖,然后把那个药碾碎 把药碾碎才能喝 那没办法 就有他我就没办法 过两天咱们再养两天啊,养好的 养好咱们一走 我在车里住啊 这是我的车 在车里住 然后这里面 咱们冷了可以做饭 看那家啤酒了吗? 那家啤酒是简的 把他冷了可以上里面